三分之二,又是春季和夏季的開始 各位女士,你一定很有興趣知道 怎麼可以化一個很貼服的春夏妝 今天你看到我素顏那麼大犧牲地坐在這裡 因為我很開心遠道而來請了台灣 一個很著名的化妝師就是古小偉老師 小偉老師,你好 你好 他跟很多很出名的藝人合作 你跟哪一位藝人合作過? 其實在香港我有跟陳龍,還有古北偉 還有就是在台灣我跟SHE,還有林志玲 他在香港曾經幫我成龍大哥化妝 台灣出名的女藝人就是SHE和林志玲 我想問小偉老師 如果化一個很貼服的春妝夏妝 今年是流行怎樣化? 其實在春妝大家都很喜歡比較自然的裸妝 在台灣叫做裸妝 其實在香港大家喜歡高清妝 或者很貼的透明妝 可以用一些比較偏黃和白一點的遮瑕膏 慢慢地用手指點上去 而且會比較貼服和透明一點 香港女生最擔心這件事 因為我們經常都不夠分 眼腫 所以如果你想用淺色的眼影 要用得比較小心 因為如果你遮過了這個粒這個位 好像我,我的眼睛很深 如果遮過了這個位 就會顯得你的眼睛很泡泡 即是很腫浮走的感覺 所以用淺色眼影要注意 就是最重要是上到眼簾這個位 不需要上得太上 要讓眼睛看起來有放大變亮的效果 我會使用眼線筆 但是這個眼線筆 你要畫在睫毛的最根部 把你的眉毛這樣輕輕地抽起 接著就貼著眼睛一摸這樣畫 就可以很貼和自然一點了 而且可以將眼睛放大的效果 那就適合高清妝了 看得清楚一點和乾淨很多 但很簡單的 眼妝的部分就完成了 現在已經化完這麼快 就可以搞定一個這麼漂亮的眼妝了 因為很多女生都希望是 比較臉小一點的對不對 就選擇比較帶咖啡色系的 淡一點的顏色 尤其像Stella她的皮膚比較白 我們不要選擇太過於深的 不然容易畫上去就會有一條 就是很深的 很明顯 很明顯 老師就說化完這眼 女生最關心的地方就是面型 好像我那樣我臉比較闊 就是有一點角位 老師就說應該是用啡啡色的 在外面打圈地慢慢掃進來 慢慢等它好像沒有了 那就自然一點了 效果 好 這樣修了她的臉看起來會比較小 我臉小一點 再來要有氣色一點 所以我們要選擇一個有氣色的腮紅 那還有呢 配合剛才收拾麵型的粉呢 看起來臉會比較小一點 因為我們眼妝比較淡啊 所以腮紅可以稍微有一點點 嗯 一點點什麼 就腮紅的部分 就是不太重 看起來比較有氣色 因為這樣看起來兩邊 它氣色就會非常的好 那看起來就面色很好 但又不會太濃太誇張 就適合高清了 那就是像有的人嘴巴的形狀 不是很美 就是形狀有比較沒那麼明顯 我們就可以選擇唇線筆 去將唇勾勒出來它的線條 所以我要從裡面 裡面往 由外面往裡畫 暈開 會比較自然 那剛才老師就用唇筆 幫我勾了唇線出來 但是呢 不想它太誇張 太明顯呢 又可以用棉籤棉花棒去掃開它 讓它有些自然一點的效果 那我會選擇一個 比較淡一點點的顏色 我們利用我們的手指的溫度呢 將唇膏點壓在唇腹中間 就比我原來的唇色深一點點 但塗了下去 又不會太深色的唇彩或者唇膏呢 最後呢 我們可以選擇就是唇蜜 唇蜜呢 可以讓我們看起來 比較年輕的感覺 唇膏呢 就要選一些 光一點的唇膏 唇彩 這樣看上來呢 整個妝就會很自然很薄 那今天呢 很感謝小禮老師上來我們的節目 謝謝老師 謝謝 謝謝 很多人喜歡